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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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跟全叔說, 你們鄉下這個月 都開始氣秋風了 你們最重要保重身體, 穿多件衣服 妹妹 四妹, 我們只有兩天的腳情 就已經回到鄉下了 我想我和阿靖以後都不在乎回墓石 很對不起 其實在這段時間 我也很想像你那樣幫老爺和慶寬年 促一分力 但到頭來我發覺 我自己根本不是一個這麼有勇氣的人 四妹, 很對不起 三姐, 我寫這封信的時候 可能你們已經快回到鄉下了 這幾天 無實的天氣突然很危局 偶爾我還看到幾隻蟲蟲 在窗框 不過聽全叔他們說 說毛石偶爾也會有這種現象 叫我不用擔心 你們也不用為我們擔心 從我問候必正, 輕嫂和阿敏他們 四妹, 我們終於回到鄉下了 鄉親父老走出來迎接我們 大家都很開心 我還收到你寄給我的兩封信 十幾年前 毛石真的發生過一場煌煌 慶豐令當時差點倒閉 當時的情形 老爺本宅記也有多低 你去看一看 還有小心點黃蟲 秉人年七月十八日 這天是全無石的人 最倒霉的一天 天氣近這半個月 滿熱得不得了 想下雨又下不出 一覺醒來 發現那天竟然好像晚上一樣黑 大家都走上街上看 發現那天滿佈了黑暈 再看清楚一點 原來那些不是黑暈 是遮天閉日的黃蟲 小心, 太太 小心, 太太 這森米倉差不多是好的 搞定這裡就不通了 你到處看看有甚麼不滿意 你和我學吧 趁廣東和福建的米味 你還能改得及 謝謝 我看看 太九華 你何時會去沙寨主導? 我沒這麼快 我打算回鄉看看四婆 你知道我來了無石這麼久 我還沒回去見過她 也對, 回鄉見到四婆 替我問候她 有件事我想提醒你 你有沒有發覺無石最近多了很多黃蟲 有, 而且發覺越來越多 四婆, 你真的要大聲十二分精神留意 我小時候我在鄉下試過一次 那時候那些天氣和現在一樣 矮曲得百得了 想下雨也下不出 最後, 待了十幾天之後 就下了一場傾盆大雨 有一天我和四婆去田那裡 我突然看到整個天都黑了 我們以為是黑雲 誰知道看真的, 原來不是黑雲 整個天都是黃蟲, 很恐怖 還有, 那些黃蟲走了之後 只剩下石頭和樹蓋 你剛剛想想一下, 其他真的什麼都黑了 四婆一定喜歡 齊狗 我已經打算來找你了 沒有想過在這裡遇到你 我聽人家說, 你遲了慶豐年的工作 你是不是因為那件事 而令那份工失失了? 不是因為那件事, 發生事那天 四婆婆本來打算認識我三掌鬼 我本來是慶豐年的三掌鬼 對不起, 賊狗哥 你不必跟我說對不起 如果你真的覺得對不起我 你就告訴我, 那晚扮貓叫 開你的後門讓我入屋的人是誰 我沒說過, 你知道與我無關 我怎麼知道是誰 你自己想清楚 那個人不只想害我 他還想害你, 你一定認識他 我真的不知道 我和人無仇無怨, 誰想害我 那天我明明聽到你說的 壞人, 不捨得走? 你爬進來吧 你那天是不是等著看那個男人 你和看那個男人有姦情 你別胡說, 什麼男人有姦情 不說就算, 讓我知道是誰 不過, 他一定死無存事 柴狗, 你要保重 柴狗, 我找了這個小樓很久了 這兒很安靜的 以後我們在馬齊就可以很安全了 我最近都很想念你 幸好有彭肯去了蘇州 不然我們又沒機會親熱 就算他不是去了蘇州 他也不會來找我 他最近經常去雙雲 有我陪你就可以了 蔣必問, 那晚扮貓叫的人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特地開門引柴狗進來我 你扮貓叫, 你說什麼 那晚彭肯說得明 和貓兄弟要洗塵, 不會回來 要不是有人有心扣害 怎麼會突然回來 你告訴我, 是不是你做的 你說, 你說, 你說 在那裡怎麼辦 我想那個柴狗死了 我想他被人砍了十件八件 放在泰湖餵魚那樣得鼻 你知不知道你這麼做 你不只害了柴狗, 你還害我 什麼害你? 我已經跟彭肯說 柴狗在爬場進你家屋上 想強捕你 關你什麼事?你才是受害者 那晚幸好我和柴狗沒什麼 否則被人扔下泰湖餵魚的那個是我 嘘…這麼大聲, 被人聽到怎麼辦 你呀, 你根本沒理過我死活 我… 海棠, 那個壞人不用幫忙 那個柴狗在賣店裡 怎麼和我作對不要緊 他搞我女人 搞我最心愛的女人 怎麼忍呢? 是男人都忍不住了, 是不是? 海棠, 我們這麼難得要在一起 自己要開開心心, 是不是? 海棠, 別生氣, 別生氣 乾杯… 各位手足…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 這麼支持我柴狗 這杯我敬你們 乾杯… 明天我離開了, 以後都不是慶豐年的人 不過這樣也好 以後我喝多少酒都行 暖白的喝酒都行 不怕喝醉酒說錯話得罪四婆婆 是不是? 是呀… 一旦盡盡她, 不再無歸 是呀… 小玉, 話說回來 你們以後不要喝那麼多 你們喝醉了誰替四婆婆做事 是不是? 記住, 記在心裡 你們是四婆婆的人 以後要盡心盡力 替四婆婆搞好米店 搞好她, 搞起她, 知道嗎? 知道… 來, 茶狗哥用筆紙吧 好… 乾杯… 好, 兄弟 茶狗 姐姐… 姐姐, 怎麼會來呢? 那些夥伴告訴我 今晚要跟你戰行的嘛 是呀 幹甚麼?你不用去買我嗎? 還不成主博都可以做朋友 是呀… 姐姐, 請坐, 家商碰了 不用了, 我趕著回去服事老爺 這就是一百兩, 少許意思, 你收下吧 四婆婆, 我不可以收你的錢 你回鄉也要買手信 不是, 不行, 我不可以要這些錢 真的, 我四婆跟我說過 做朋友有三個原則 一, 不可以有利益衝突 二, 不可以有錢人瓜葛 三, 有好東西一定要益朋友 柴狗總是多道理, 有好東西要益朋友 那這些珍珠米你就拿回去 讓你們四婆試試 謝謝四婆婆 二少爺 你呀, 幹甚麼? 你糟了, 你騙你娘 難怪這裡有甚麼是填堡研碼 原來在這裡睜眼睡 我何時在這裡睜眼睡? 我在拜我外公 我睜著眼睛打算跟我外公聊聊天 這罐單是你外公的? 濟男樓公三刀之母 樓三刀, 你外公的名字很威猛 當然威猛 我外公以前是名鎮大江南北的標師 人如其名 凡是見到欺凌弱小之輩 就是一刀殺了他 凡是見到不義之徒的 就是一刀殺了他 凡是見到… 濟靖 你叫鬼氣, 幹甚麼? 我是你外公嘛 死了幾十年 不鬼聲鬼氣, 是甚麼聲甚麼氣? 你是我外公? 熱靖, 你很令你公公失望 你公公叫三刀, 你叫三叔 遇到不平的事就臨陣退縮 遇到欺凌的小之輩就縮在一邊 縮頭烏龜, 遇到小小的狂 等等…你真是我外公? 是呀, 我去樓山刀 那就好, 乖算好, 掛念你 來抱一抱, 吃一口 你別亂了 公公, 你變成女人聲 你公公剛離開了, 鬼上身就是這樣 鬼上身就是這樣? 我聽說鬼上身要夾中指 你, 兄弟三, 先夾 夾你的頭 已經煩死了, 還來搞搞疾 你別吃這些粽子, 只顧著爬飯 對了, 阿鑑, 四奶奶送給我們 以前買的是什麼? 我小時候都沒吃過這麼軟的香 這些叫珍珠米, 你喜歡吃嗎? 吃一口吧 有的… 走吧…你吃吧… 行了… 那你以後就要花點心 幫四奶奶做事 四婆, 其實是這樣 有帶一間米店 就想請我去幫忙做事 工資又高很多, 職級又高很多 我現在在想, 我要不應該走 我幾十歲鄉下婆 不認識的, 你自己拿著主意吧 不過剛才聽你說 四奶奶的確是個好人 對了, 我廚房留下了一隻立田鼠 你稍後記得拿給四奶奶 讓她嘗嘗我們的肚產 好嗎? 好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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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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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 阿翔, 阿翔, 阿翔 各位老闆, 來了 四婆婆… 這麼急著要集我們來, 甚麼重要事 是這樣的, 岑老闆 各位老闆, 我想問你們 你們最近有沒有發現, 四周圍出現了很多 這種是蟒蟲嗎? 原來是為了這些小蟲 我們以為這是這麼大的事 其實無實日子短, 不知道… 我們在這裡戴, 全都見見了 每年到這個季節 不多不少有幾隻飛來飛去, 無他 是呀, 到了這些月份 多多一點就有了, 沒問題的 是呀… 不, 我想你們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其實我也在田裡問過幾個牢籠 他們說這個季節 的確會有很多這種土王出現 但是今年還多了飛鷗 這個現象是很少見的 是呀, 四婆婆, 我們去看看 好… 我們巫石十幾年前 那次的黃禍就是這隻大的飛鷗造成的 那次? 差不多弄得整個江蘇省的米糧 都被你們的飛鷗吃精光 來, 沒見到很多年了 是呀, 沒見到很多年了 是呀, 所以我今天這麼急叫你們來 就是想一起商量一下 是不是應該由現在開始 就不要把米糧買到其他省 儘量多儲備米糧以防萬一 不行呀… 四婆婆, 我們看你做生意 我看你又太擔心了 其實要發生黃禍要符合三個條件 第一, 上一年的夏天一定是乾寒 第二, 上一年的冬天一定是和暖 而第三, 一定要下整個月的雨水 這樣才會有黃禍 是呀… 是呀, 四婆婆, 這兩年都沒有這種現象 只不過前兩天下了一場大雨 不是呀, 我還是覺得 要留些儲備給一個安全點 四婆婆, 我們全部跟人們閃閃合同 我為了幾隻小蟲而毀虐, 損失很大 是呀, 損失很大 你不需要這麼損失的 如果真的變成黃禍發生了事 小心 是呀, 三個條件 一個條件出現, 哪有這麼大事 娘, 你怎麼有個女人向爺文爺武 你不說話又不讓我們說話 久而久之, 大家就當成爹那樣 是模式的米糧龍頭 好 你這份人就是這樣, 輕挑浮躁 什麼時候才可以學得精靈點 先觀察好形勢, 才走第二步 那下一步棋應該怎麼走?大志 生意上的事就什麼都不用做 記住我兩句話就行了 凡是那個女人贊成的, 我們就反對 凡是他反對的, 我們就贊成 就是這樣嗎?現在那隻柴狗 和阿必正都離開了 那女人不是拾了那隻武咒棚棚嗎? 她的決定是錯的 我們反對自然就對了 就算她的決定是對的 但是沒有人幫她執行 還是無際於事, 最後她也是錯的 必文, 剛才我看過你爹 他的手指都動了幾下 應該很快能醒醒了 你不要到處去, 多點陪陪她 娘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想你爹醒來的時間 不要以為她暈倒期間 你什麼都沒做過 只會搶個抽大鑰匙, 明白嗎? 明白, 娘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沒有, 我們見老爺這麼久還沒醒 特地去完機子那裡 求職長壽燈給老爺 我們打算跟他做一場水綠法事 還要放生一千隻金錢龜 還有, 我回來看爹的歐陽大夫說 最好多做一些爹平時喜歡的事 所以我就找了一群樂工 回來彈平彈給爹 一天彈足五個時辰 如果你不習慣, 就去另一間房間睡 廣雅, 你站在這裡幹什麼? 掛燈 掛過一點, 要對著老爺才行 只會長壽燈 是呀, 快去掛過了, 是呀 好 打開 打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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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蛇臣還不趁機會造反 到時你一鋪就輸清光了 柴九,謝謝你給我的意見 我現在也要回去跟岑老闆繼續談 待會有時間,多點回來慶豐年坐 謝奶奶,你相信我,真的賭不過 我說真的,真的賭不過 真是越想這個方法,越可行 各位老闆,不如這樣,我們捕了雞回來 餓牠一輪,等待樂道田見到那些黃蟲 對,真是真是 謝奶奶… 本來我們都懷疑用雞 去對付黃蟲這個方法行不行 現在聽了蔣少爺說說說 就知道是得得的 不用再說了,我已經有了決定 所有屬於我們慶豐年的田 明天都會馬上收割 明天收割? 岑老闆,各位老闆 我希望你們都會跟我一起做 這麼深入大了,有錢 荒謬住,我反對 你知不知道我們沒了八成收獲 就等於沒了十二萬兩 我反對 就是了,你究竟跟慶豐年有什麼仇 是要搞壞她的,我也反對 四爺奶奶,你這樣做,我也反對 岑老闆,總之明天我一定會馬上落田收割 各位老闆,我也希望你們能夠當機立場 大家都知道這場黃蟲是隨時會爆發的 各位老闆,我明天就落田那裡 叫所有家戶不准收割 四爺奶奶,我明天會跟伙計說 我們不會接受你的命令 我們是吃慶豐年的飯 絕對不可以做出對不起慶豐年的事 各位老闆,你們都經歷過 十幾年前那場黃禍 蔣老爺,他到現在都很後悔 當年他沒有當機立場 無錫就是因為這樣出現了三年的饑荒 四爺奶奶,無論如何都好 我不會照你的吩咐去做 你如果不滿意的話,你就開除我吧 長番叔,致忍要你的心靈向慶豐年 沒有人敢開除你 你是兩朝元老 就算開除所有的人都不能開除你 我說的 大姐,你是不是忘了 慶豐年是由我作主的 我已經決定這麼做 你說的,是不是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是,我負責 大姐,是不是如果黃禍無力 你弄得全毛世紀沒有八成收穫 是不是不再做米業商會主席 是不是把抽大鑰匙出來 是不是把所有權力交出來,是嗎 是,總之所有的責任都是由我一個人負責 你把你當作必須要求 是你,你不再要求你 要求你,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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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勸他們去修割 如果不夠人搜 我們親自落田幫忙去修割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柴狗的世紀 只知道人不為己, 天誅地滅 沒有人不為自己想, 會為人家想的 我柴狗活到今時今日 我終於遇到一個 四奶奶, 從這一刻開始 我決定做回四奶奶幫的人 我會和你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太久, 你以後說話可不可以改一改 不要經常都這麼欲罵 四奶奶叫我走就走, 叫我站就站 叫我不要欲罵, 我就不要欲罵, 沒問題 易靖, 對不起, 今次才回你的信 你還記不記得十幾年前 無石發生過一場煌亂? 種種跡象看來, 這一場災難又會再發生 而且還會比上次可怕 我下了一個很痛苦的決定 我要所有的江戶提早收割 保住兩城收割 在收割那晚下了一場大雨 大姐竟然還叫那些伙計去阻撓 幸好有柴狗在這裡 她動員了丁、姓和米倉的所有伙計 一起去幫忙 到來明前, 終於都收割了 必靖, 我一輩子都沒試過 像現在這樣的心情 等待, 原來是很痛苦的 王重是不是真的會來呢? 王重來了之後 我們究竟能否渡過這場災難呢? 如果王重不來, 我就要交出權力 那到時慶豐年又會怎樣呢? 其實我這兩晚, 根本一刻都睡不著 我眼光光地看著天 因為我相信天地間是有個主宰的 忽然之間, 我覺得心裡好像輕鬆了下來 那天好像和我改 你盡力做你應該做的事就足夠了 其他的事, 交給我吧 必靖, 你不需要為我們擔心 我們一定可以渡過這個難關 不過記得, 你們也要及早提防 因為一旦爆發黃禍 就不僅影響到毛石 可能還會影響你們的鄉下 如果你爹醒來 我就會馬上寫信通知你們 你們大家都要保重, 四媽保錡 二少爺, 你娘, 今天手機很好 好, 你打馬刀, 大衣山三邦 你四媽寫信來嗎? 娘, 我打算明天回毛石 你爹醒了嗎? 我爹還沒醒, 但毛石快發生黃禍 四媽擔心兩天都睡不著 柴狗、阿丁、阿盛 和一群伙伴不明不悠地幫助四媽 你答應過我甚麼? 娘, 柴狗是外姓人 都博光明方慶豐 我身為蔣介義少爺 就在陪守叔叔打馬刀和游山亂水 我問你, 你答應過我甚麼? 四媽說得對 我們慶豐年不是一間酒樓 不是一間斷塵莊 是一間米業, 關乎很多人的福祉 我們不可以這麼自私 娘, 誰不為自己的兒女著想 就算我再自私, 我做的我也是對的 三婆婆, 二少爺, 你們一人小句 三婆婆, 你們是兩母子 有甚麼談不上的, 慢慢談好它 娘, 你對我坦白, 我也對你坦白 我之前跟你說的全部都是騙你 我沒想過會留在這裡 我安頓好你之後, 我就馬上走了 二少爺, 你幹甚麼? 那個是你娘, 有甚麼要慢慢說 你回去幹甚麼? 你回去害人家增身家嗎? 又是拿著大鑰匙嗎? 你夠不夠人家? 我問你, 你夠不夠人家恩賜? 娘, 我回去幫慶豐年 對付這場黃禍 你回去就沒有黃禍了嗎? 你回去, 你是否有辦法 可以變成黃蟲? 我兒子何時變得這麼厲害? 四媽媽現在很需要人家幫忙 四媽…你看清楚我才是你娘 她不是 那興風是不是你家? 二少爺… 三婆婆, 二少爺的氣已經燒了 不過她怕你還生氣 所以叫我對她恨你道歉 三婆婆, 三婆婆, 其實二少爺很孝順 她一回來就很開心地陪你去探親戚倫理 又很開心地陪你跟十八叔打碼 但其實她全部都是扮演出來的 她真的不開心 敏, 以前要回毛石 你可以跟上去嗎?幫我照顧一下她 三婆婆, 你不跟二少爺一起回去嗎? 我不回去, 我回去就成為她的婦女 到時候戴姐姐又像以前那樣利用我 四妹就多個敵人了 但是只有你一個人在香港 不要緊, 你娘的腰腰還沒好 有她拿著陪我照顧我沒事的 好嗎? 再見, 娘 阿靖, 你凡事要小心 還有, 要好好幫你四娘 我知道了, 你自己也要小心 阿敏, 你要記住有甚麼事 你站在三婆婆那邊 記住要聽四婆婆的話 我知道了, 娘, 你保重 三婆婆, 你也保重 阿靖, 娘 大家快走, 走天亮 大老哥, 透露多了, 聽聽 怎麼晚上媽媽無緣無故叫我們來 在貨裝上公佈大木板呢? 是呀, 究竟有甚麼事?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嗎? 是呀… 跟你說過了, 甚麼原因不能說 總之四婆婆叫我們做, 我們就做 還有, 再吩咐你們一次 這件事絕對要保守秘密 生死又關誰都不能說 老婆都不能說, 知道嗎? 知道 齊九哥, 其實我們也很擔心四婆婆 如果這次的黃蟲不來 四婆婆也不知道怎麼跟人交代 有這麼多嗎?人生有多少十年? 我們跟得四婆婆做事, 痛快, 有意思 來, 坐… 好… 好… 阿榮, 拍賣老闆, 先找過來 不過這樣, 你日離萬機 慶豐年沒了你也不行 老爺怎麼樣? 老爺剛才好像發開口夢 說了幾句話 我都很想聽他說什麼, 但聽不到 不過看來老爺應該快要醒來 我還是替你擔心 剛才我在街上, 那些耕戶紫口睹鼻罵我 他說你們慶豐年一個二個都是壞人 累得我們沒了八成的收穫 還說什麼黃蟲黃蟲 找一隻甲蟲看看也沒有 姨姐, 你可不可以幫老爺一個忙? 什麼事? 姨姐, 如果日後知道我決定是錯的 那我就不可以再掌握慶豐年 你可不可以以二奶奶的身分 看著慶豐年 不要讓必聞她胡作非為 不要讓老爺的基業毀於一旦 四妹, 自從你進門之後 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我不會像以前那麼天真 你不用指意分化我和大志 姨姐, 你真的覺得老爺 對你一點感情都沒有? 對, 有些什麼感情? 有人對一道智鬼靈符有些什麼感情? 這本是老爺寫的紮記 我先那一陣子才找到的 裡面有一段是寫了 母仔出生那天的情況 你有時間的, 你就看看吧 這天是全無石的人, 最倒霉的一天 天氣近這半個月, 滿意得不得了 想下雨又下不出 一覺醒來, 發現那天竟然好像晚上那麼暗 大家都走上街看 發現那天滿佈了黑暈 再看清楚一點, 原來那天不是黑暈 是遮天閉日的蝗蟲 原來是黑暈 還不成了 真可憐 阿廣,你快點請大夫,你先回去吧 老爺,現在外面這樣的環境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蝗蟲 你跟大夫說,多少錢我都肯出 快去吧 老爺… 怎麼樣?大夫呢?大夫呢? 我在窗門口,蝗蟲撞口撞臉地飛過來 我連路都認不出,大夫怎會肯來 那怎麼辦? 對了,如果沒有大夫 也會很危險的 阿廣,你給我準備好火吧 一件梳衣一個瘦吧 我趁著去找大夫 我請到大夫了 奶奶,大夫爺 阿波,快帶大夫進阿嬌房吧 好,快點 最重要是要保持我的聲音 大夫,怎麼樣… 大夫,怎麼樣? 長老爺,情況很危險 你無論如何都要幫我保持一顆痠 大夫,你要盡力 長老爺,我問你一句了 如果去到緊要關頭 老爺,母子不可能刀平安的話 你要我保持一顆大的還是保持一顆小的呢 老爺,無論情況如何 你甚麼都不用管 我保持一顆大的 母子終於出生了 娘開心得流眼淚 我也開心得流眼淚 老爺,阿嬌為了幫我生這顆小的 受了很多苦 差點連命都沒了 她這份恩情,我要好好記住 我要好好愛上這位夫人 阿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